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这是马总统接受苹果日报 今天陈重信他投书到自由时报 陈重信是谁呢 他现在是台北医学大学讲座教授 是前环保署署长 他讲出一个很简单的理念 他说核电厂非核商转行 核四可商转 只要不要不用核能来发电 他说从1960年到2008年 全世界有将近一半的核能电厂 未建或建好之后 并没有以核能来发电商转 有些反而改成再生能源 例如风力 天然气或者是火力来发电 有些改成能源教育或者是游乐场 博物馆等例子很多 以美国两座的核电厂 改成其他商业用途做例子 他举美国纽约 在纽约州岛 这个厂岛 这个地方的核电厂 还有呢 包括另外一个地方 我请教是美美 你怎么样来看呢 包括今天有一个核电厂的老兵 说实话了 他提到说这个日本福岛 你看他说 这个笔者曾经参与 核一核二核四厂的建厂工作 以建造厂房的专业知识来说 就算台湾历年来所知的最大 未来台湾历年来所知的最大地震 核电厂应该可以安然无恙 但如果遭遇大海啸就很难说 若逢如日本福岛地震 跟大海啸的双重摧残 四座核电厂能否幸免 更难以断言 也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专家敢挂保证 马总统也没有办法挂保证 但是凭什么马总统 替我们数十代的子孙要做决定 马总统很敢挂保证 他说核四要绝对安全才可以相转 可是他说现在蔡英文 你当年民国96年 副院长去巡视台电 要求核四要如期运转 我现在就要变就变 我现在要来比较两个人的不同 我就跟他说 马英九他很敢挂保证 他说核四绝对安全才可以相转 我就当这公开问过 只要马总统你找到全世界 找到一个核能专家 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 说百分之百安全 绝对不可能有核能灾变 你看你们找得出来一个 没有一个人敢讲 当福岛的灾变活生 到现在福岛灾变所改 提升到第八级 我听起来没有 第八级 比辰何比还危险 这个事情还在发生当中 你马英九先生 你敢讲这样的话 那第二点他还说 万一发生事情马上废场 那我必须要讲 福岛废了没 几个月了 三月份到现在吧 三月十一号到现在 几个月了 废得掉吗 所以马总统你不只是 完全没有尝试 你完全跟现实生活脱节 而且因为 我要不客气的讲 因为你的砖断 因为你的无知 因为你的无能 因为你的愚蠢 你甚至要害死 我们后来的未来 千千万代代的子孙吗 如果一次 类似日本这样的灾变 那个时候你早就不在 你早就去当美国人了 但是但是今天要怎么办 这第一点要讲 第二点 你想蔡英文的事情 老实说 更让我对你这个领导人 非常非常非常的失望 民建党执政时代 其实一开始 阿扁要讲的 就是要废和事 不是吗 后来引起朝野之间 蓝营的全部集结出来对抗 国会就是朝小野大 没法投 投资就是不爱做 如果当初就废和的话 刚好你说了几千亿的投资 可是你这样做的结果 还有当初请问 台电有变更一千多项设计吗 没有吧 有福岛灾变的问题吗 没有吧 你现在看到了 监察院纠正 台电有一千多项的缺失 台电不算呢 变更何事 对变更 一千多项 他原始的奇异公司不肯出来背书 不肯盖章 不肯认证 因为台中你自己做的嘛 然后全世界最权威的直播刊告诉你 全世界最危险的十四座核电厂 台湾四座全部上榜 那这些事情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我们台湾其实面临到 不是只有海啸 还有地震双重的危险 更何事要告诉大家的是 日本的地震又搞搞金 我们台湾这个防制系数 你如果来一次921大地震 类似这样子的地震规模 发生在核一核三核四场的话 就崩溃了 台湾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地震 当然有可能 而这些通通位在地震海啸 双重危险地带 但是马总统 你今天可以无视于 这些发生的事实 你无视于台电的改变 变更设计 你也无视于辅导的灾变 你只是骗我们 然后你又把这个蔡英文 蔡英文很负责的说 2025年要飞核家园 做不到吗 十几年的时间当然做得到 德国才短短十年的时间 他们本来是核能大国 他短短十年的时间 他的再生能源的比例 干净能源的比例 提高了好几成以上 他2020年已经要飞核了 那连法国都说 法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核能先进国 他也说他要朝向飞核家园理想 全世界潮流都在这里 但是马总统 你告诉我们 核一核三核四 核一核二核三 很可恶 他说要延议哦 对不对 陈委员你在这边嘛 在立法院哦 公然他们就说要延议哦 核四他还是要商转哦 那我请问一下 你到底把我们2300万人 不是只有现在 我们后代千千万万代的子孙 你到底我们的生命安全放在哪里呢 所以庆元师傅 我才会觉得说 成千上万的民众 俨然如果这样的核能政策 继续走的话 变成是 这些人是白老鼠 每天活在恐惧当中 为什么不能因应 这个国际的一个情势 尤其在辅导发生之后 去做一些修正 为什么没有办法 如果谈这个问题的话 就要去论到我们现在的现实 跟理想的问题 这一定要论述到 光去谈理想面的东西 我想大家都会谈 那德国它的能源替代率 目前已经有办法做到60%了 所以它可以针对 经过辅导的核能电厂事件以后 来重新检讨 整个不能停一 就停一了 该停一就把它停一掉 然后到什么时候的年代 我们就把核能电厂 全部关光光 因为它的能源的替代 它已经做得非常成功 可是中华民国很遗憾的 过去这个N个年来 所有的再生能源 替代能源做得非常的差 能源替代非常的差 所以除了核电以外 靠的就是传统的 这些所有的 这些其他的发电方法 发电厂 不管是燃油 燃煤 或水利发电厂 所以能源替代 是我们中华民国 必须要极起直追的 才有办法把这个核电厂 一个一个把它关掉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按照我们现在的能源的 一个需求 把核一厂关掉 目前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倍载容量是没有问题的 徐光荣教授 台大大气系徐光荣教授 核一核二核三停掉 就不缺电 不会哦 不是 今天 就是说你要把夏天 或是冬天 春夏秋冬来算 那今天如果说 你今天核一核二都关掉 我们的能源都没有问题的 那就关 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 据我所知 核一关掉 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好 但是我还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说 核能电厂 就是老百姓 必须要承受一个事实 不要等到你今天做到了以后 又开始开骂另外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电价 德国它的能源替代率 这么的高 所以它的电价也相对非常地贵 那我们今天如果核电要这么快的 如果说我们能源替代能够不断地做 不断地做 能够替代了 我们关掉 可是我们的电价 大家必须要心理准备 绝对 现在的电价 大家像我家里一个月 我想台电最新的说法说 可能会涨个百分之十 他不是讲百分之十 不是 不止是不是 就是说只要你核电全部被废掉 然后完全是用所谓的传统 或者是替代能源来做的话 电价可能是现在的两到三倍左右 也就是说两到三倍左右 大家要把它承担 是 就是说除了你的能源替代 你要做到以外 你还要看你能不能承担 这方面我想大家都可以再讨论 好 可以再讨论 我们休息一下开放扣椅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